今天包了一些小馄饨 这个馄饨馅你们可以来尝试一下 鲜嫩弹牙 真的非常好吃 有空的时候我都会多包一点冷冻起来 一斤瘦肉包了150多个 煮几个就可以当早餐了 特别方便 我这里是一斤的金瘦肉 先把筋膜去除一下 肥油可以留着 再切成小块 我今天直接用角落机把它搅碎了 你们要是没有角落机直接剁碎就可以 尽量剁得碎一点 然后再加点盐 胡椒粉 生抽 蚝油 先把它拌匀 再分次加入葱姜水 这里一斤肉差不多加了120克进去 这样一个方向把它多搅拌一下 搅拌上进 再加入一勺红薯淀粉 这是口感嫩滑的关键 多抓捏一下 把颗粒都化开 也可以直接磨成粉再放进去 最后再放点香油或者熟油 把它拌匀就好了 这样调的馅料不松散 弹性也非常好 再用馄饨皮把它包起来 我这里一斤肉配了5块钱馄饨皮 包的时候沾一点水 它就不会松散 可以多包一点把它冷冻起来 吃的时候不需要解冻 馄饨好吃汤底也很关键 这个汤料包它是调配好的 一袋里面有100小包 平时用来煮个面条下个荷包 但也很好吃 另外就放了点葱花 生抽和猪油 先要两勺煮馄饨的水 把它化开 再把馄饨放进来 喜欢吃辣的可以放点辣椒 这样做的馄饨真的非常好吃 连汤都可以喝得光光的 感谢观看